就爸妈 我还是没有选择打这个电话 可能就是自己 很难克服一些心灵 受到不好意思的障碍吧 但是还是想祝你们新年快乐 然后新的一年 希望你们一切都健康顺利 也不用太担心我 希望你们能好好照顾你们的身体 我们三个虽然 以后可能会 不能正常在一起吧 但是 曾经拥有过的和未来拥有的是 不会被 替代的吧 直到现在来说 你们还是我 目前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吧 谢谢